那有冬天的消耗到不太好人 还多一些酵素粉的吗 正在讲解食物营养素的营养师 就是这一次民进党金融市党部 征召参选年底中正区市议员的许瑞池 市党部主委苏仁和强调 许瑞池学经历俱佳 又在地方上经营多年 加上年轻外型家 有机会抢下中正区的妇女保障名额 我们也经过评估 然后经过审查 经过了解地方上的了解之后 我想他当前的机率非常的高 那么因为他学经历 那么非常的完善 而且颜值也非常高 然后在地方上 他本身也有经营一些事业 那这个事业他本身是营养师出身的 而且是北大的营养师的做事 在我们基隆市立院也服务七年 那他在本身也有经营一些长照的 日照的两家 那所以这个对地方上一些 弱势团体 还是说老人的福利 这些方面 我想他非常的深入 曾在金融市立医院担任七年营养师 前年开始创业经营两间 日照中心的许瑞池表示 接受征召就是希望能发挥自己的专业 不管在社会福利及妇女政策上 都能照顾更多民众的需求 本身是一名营养师 那营养学呢 其实就是一门公共卫生的管理学 那过去我在金融市立医院 任职七年的时间 在地服务走访各区的办理健康讲座 那也发现了一个长者的照顾需求 所以我在前年的时候 创立了两间日间照顾中心 从事这个社区式的长照服务 但是在执行期间呢 发现这个深度跟广度的推广 都是不是很够的 那台湾呢 就即将迈入超高龄社会了 那我们的妇女呢 又被赋予了比较重的一个照顾责任 那在妇女的工作权益这一块呢 其实也是我一直都很关注的议题 希望未来能够在这一块呢 多加努力 目前民进党在金融市提名的 市议员参选人 包括中正区的张浩瀚 信义区的陈怡 陈君佐 仁爱区的郑文婷同志伟 中山区的张炳君施伟正 安乐区的张志豪 洪生勇武华嘉 及七鲁区的曾怡芳林昆明 加上中正区征召的许瑞池 希望在年底的选战 能打出漂亮的一仗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特征好 请大家 在堤的地方